Hello 大家好,又是我Anson 正所謂要來的始終都會來 等了年多,終於都出現了 今天我想和大家開箱的就是這個Figurized Standard 無面超人古家的Dragon Form和Rising Dragon 這個古家,大家都知道之前已經推出了紅色的Mighty Form 其實相距現在都有年多 我亦都有一條常識片發佈過 大家可以來這裡看看 其實其他形態都猜到它會推出 不過沒想過一等就等了年多 但終於等到它推出這個青龍形態,其實都非常開心 而且Bandai已經發佈了,接下來還會有飛馬形態,射箭那個 其實連泰坦都已經公佈了 絕對值得這個拉打迷去期待 好了,再說回盒面的資訊 正如我們所見到 其實這一盒裡面已經包含了最基本的Dragon Form 以及強化了的Rising Dragon 但是呢 亦都會看到它這裡有一行字 就跟你說 一盒就只可以組立到一個形態 你只可以組立一個形態出來 其實都已經預算了 但是呢 我也有看過其他的一些介紹 雖然其實你都是換甲換 Form 但其實呢 不是太建議 因為某些位置 你換的時候其實都很脆弱 我自己所猜到的就是肩甲 因為其實那時候 紅色Mighty Form 其實我試過因為拆它出來去上色 這個位置是差點斷的 所以現在我那個紅色的股家 其實有一邊是比較鬆的 雖然它還沒斷 所以如果你要換成形態的時候 都可能會有些風險 還有 腰帶這一顆藍色寶石 塞了下去 是沒有地方把它推出來的 但是你看到Rising Dragon是金色的 有可能組裝下去之後 你換不到也不出奇 這個要組裝下去才知道 盒面非常漂亮 看到這一邊這個Dragon Form 你看到它是向高樓大廈上 一直跳上去 有一個速度感 這邊Rising Dragon 就完全是一個力量感的表現 閃光電又爆炸 挺漂亮的 站在水上面 好了 至於盒的側面 我們一開始就看到這個Dragon Form的形態 同樣告訴你可動性 古關節可以拉出來增大活動性 當然它會給你地台 不同的手型 這個Dragon Lord那支棍 有長短形態 我想它應該都是分兩支 不是新屬 來到這裡就看到這個Rising Dragon 這邊就有個故事介紹 而另外這裡 它也會跟你說 金色的部分 它是會採用了這個特別電鍋去處理 其實近年的Figurite Standard 都是流行這個做法 金色銀色那些其實都會很漂亮 至於這裡 我們也會看到 果然它的棍是分兩支 不是新屬 會有地台 好了 盒子我們就看完了 那我們就是時候看看盒子內的內容 一打開已經看到非常漂亮的金色 很明顯就是屬於Rising Dragon 也會看到手腕位 腳腕位 膝頭哥那些金色 以及頭盔那隻角 大家看到這隻金色 效果絕對不差 另一版的金色就會看到 是Rising Dragon的兩邊肩膝頭位 Dragon Lord用的兩個矛頭 手背的甲 就看到這個藍色部分 就是普通Dragon Form的手背甲 會看到 不知道在鏡頭下看不看到 這兩個Dragon Form的肩膝頭位 是有少少做了藍色的金屬色效果 是零尺尺這兩塊有的 然後就是後面一些黑色的部分 看到都是那些股關節 膝頭哥那些 好,這裡看到就是一個地台 藍色的Paxe Dragon Form的胸口 那支長棍 短棍 肩膝頭甲 以及這一張貼紙 一看到這張貼紙 就令我想起這個 Sodor Super Sentai 的白獸戰隊 一模一樣都是那些武器 是整張打進去的 包括 棍頭 棍頭也是整個包上去的 這個要大家留意一下 當然也看到有腰帶位 腰帶制的位置 好,來到最後一份黑色的 看到的就會是手型 頭 腰帶 都在這裡 跟之前Mighty Form一樣 腳也有一個效果 它也是同一個帽子 不過這次就變成透明藍 還有眼睛也在這裡 這裡也看到兩顆透明黃的Paxe 好,最後就是這個說明書 看見它擺出來的照片 非常漂亮 要做回它這個感覺 相信上色方面 我都要下一點點功夫 至於裡面 也看到它會告訴你 你組織腰帶的時候 就想一想組織誰 至於組織方面 當然也是跟股家大同小異 但是這裡看到這支棍 就正如剛才所說 教你整張貼紙搭上去 連棍頭也是叫你包上去 好,我們的開盒 來到這裡就完成了 下一步我們就開工 好,我們完成了 怎麼看也好 古家的外形 始終真的沒得輸 你看到現在它拿著棍子 這個樣子 真的非常瀟灑 我們首先由頭開始看起來 透明的藍色件 配上電鍍銀的貼紙 效果是非常出眾 那些覆眼的紋 也都看得很清楚 由於現在這個形態 是普通的Dragon Form 全藍色的 你會見到 肩膀這兩個圈 它是用了金屬藍的 跟胸口的胸甲是不同的 變成會見到一個層次感 在這裡 至於那些手腳 那些黑色 就比較偏向半光澤 變成不會太過膠 腰帶方面 和Mighty Form 一樣 只是前那顆 件 就變成透明藍色 膝頭戈位 這些都是 同樣都是電鍍金色 效果非常出色 而今次的製作 同樣都是遲些要上色 變成我 貼紙一般都沒有貼 我只貼了眼睛的兩個電鍍銀色 而且我一直組裝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研究過 其實是否真的這麼難換形式 其實也是 因為如果你要換形式 這兩個圈 你基本上要拆開胸甲 換上領口的金色圈 肩頭這兩個蓋子 是真的最麻煩的 你揭出來的時候 你換的時候 很容易會弄斷 另外前臂這一部分 又要換掉它 腰帶不用說 變成你可能弄多幾次 你一定會有風險出現 尤其是肩頭那兩個甲 很容易會弄斷 但是因為我要遲些拆開它上色 很多位置我暫時都會剪掉那些筍位 或者剪短一點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現在都是鬆的 反而變成造就了 我還可以換方給大家看 但是到有一天我上色的話 很多地方我就要貼緊它 變成到時我反而真的要去選擇 我想做一個什麼方法 事不宜遲 我現在轉個另一個方法給大家看看 好了 換裝完成了 怎麼看都好 這個Rising Dragon 當然一定是搶眼一點的 大家都看到 全部的金邊 非常之搶眼 但是雖然很多地方都已經被我剪鬆了 換裝方面依然沒有問題 但其實都是換到一額汗的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都要拆過了 所以如果大家玩的時候 除非真的粗玩 不然真的不建議整天換來換去 我們細心看看造型 頭部就沒有變 這些位置變成金色之後 那些古代文字就更顯眼 我覺得更加有型 還有肩膀位 現在這些變成金邊 這個金邊也變成粗了 腰帶變成Rising Form 當然更加有型 還有中間這顆石 也變成透明黃色 現在這顆石 我隨便先放在上面 用戒刀可以挑出來 否則就像之前的Mighty Form 一壓下去 我就拆不出來 上色的時候就有麻煩了 腳是沒有變的 而另一方面 手背甲也變成Rising Form的模式 是一塊金色的手背甲來的 然後我們當然少不了看看可動方面 頭部呢 前後 360度0 沒問題 肩膀位呢 可以拉一個 蝴蝶關節出來 另外本身的手也都可以 這樣動的 同樣可以360度轉 至於上臂方面 這裡有個關節可以 這樣轉 手背甲位 有雙重關節 至於拳頭呢 它純粹是一個很簡單的波裝 按下去 其實活動也不算太多 360度可以轉 至於腰方面 可以前後這樣動 亦都可以 左右這樣轉 至於腳那方面 可以 踢到這麼多 至於這個股關節 其實還有一個機關 就是可以 把它再拉下來 你會見到 和原本的時候 然後呢 是相差了一個距離 變成它踢的時候 就可以踢得高一點 你擺姿細那些 亦都可以再誇張一點 好了 至於膝蓋 同樣都是雙重關節 而這個位呢 亦都可以 左右靈 腳掌方面呢 可以前後這樣屈 亦都可以做一個鐵地 而且呢 跟之前古家一樣 它是有腳尖這個關節的 有很多隻後尾都沒有了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就講一講配件那方面 首先我們會見到這個 這個呢 就是跟之前Might T Form 送的一樣 就是放在腳底 它出RIDA kick的時候 的一個特效件來的 中間有一個古代文字 之前Might T Form 那個就透明紅 這個就是透明藍 然後呢 除了它現在 身上的一隊拳頭之外 它的手型 還包括一隊這些平手 這兩個呢 應該都是一拼來的 都是擺姿勢用的 有這個招牌的 手指弓的手型 還有這一隊呢 就是用來拿武器的 手指弓可以拔走 然後就放一支棍子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長版的Dragon Lord 另外就有一支短版 另外呢 還有這個Rising Dragon Form 專用 用來插在Dragon Lord的頭尾的窗頭 很簡單 其實這裡本身有個洞 這裡有個筍位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當然 這件不少得的配件就是 它附贈的這個地台 好了 那要介紹的東西呢 暫時都介紹完了 可以講一講 如果上色的話呢 講到補甲口方面 其實它就不算多 首先就會是 頭的側邊 可以的話 夾的這個位置 側邊都可以補 那肩膀裡面 黑色的關節 股關節 這裡有個夾口 還有 小腿這裡有個夾口 如果有興趣大腳的朋友 就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那這次這個 古家的Dragon Form 依然都是水準之作 加上因為它是原用之前Mighty Form的關節結構 本身也沒有什麼裝甲 可以干涉到關節 所以在靈活度方面 根本就不需要擔心 加上換成Rising Dragon之後 金光閃閃 那就更加搶眼了 那我想我自己上色 應該都主要會先做Rising Dragon Form 不知道大家擺出來的時候 又會擺什麼 Form呢 那接下來下一隻 Figurai Standard的門面超人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就是Ghost 那我本身對Ghost 其實我很坦白說 我真的看了頭兩集之後 我就沒有再看了 但是如果出得這個系列的話 其實我一樣是會組裝的 那儘管到時候看看 那個模型方面的水準 又會是如何 那另一方面 當然同樣要期待這個 古家的Pegasus Form 即是這個飛馬形態 射箭那個 那我相信應該都不會令大家失望 好了 今次這個Figurai Standard 門面超人古家 Dragon Form 以及Rising Dragon Form 的介紹 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言和分享 按下旁邊的灰色鈴鐺 那下次我有新影片 大家就馬上知道了 下次再有新玩 我再約食大家一起開箱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午Бret 在這一項 »,我們下午這一項 你下午為4000個